在大片强弓的戏院出现了一部史诗集电影 探究14世纪的经典历史 究竟长达两个小时半的史诗电影 能否创造优异的成绩呢 我是嘉一 今天跟大家分享 透过三方视角 阐述同一个故事的最后的决斗 剧型讲述14世纪 法国对于女性可以说是各种的压迫 甚至将其视为延续后代的工具 那电影也聚焦在上 格里斯与玛格丽特三位主角 同样一个故事却有截然不同的发展 也就形成了耳熟门响的罗生门 三个角色三个不同的视角 再搭配上壮阔的场景 打造出一部史诗集的电影 那这个月疫情放缓 每周都有强挡大片陆续的上映 让我们不再跟去年一样 受到各种的尴尬之作影响 不过最后的决斗 可以说是近期 让嘉一印象很深刻的电影 本片请来多位知名实力派演员 不需过多的对话 从他们的眼神变得够略知一二 不只探究过往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因 更将女性各种被打药的情况 一一呈现在你我的眼前 不只使你意识到 各种人权得来不意外 也对过去那些受尽委屈的女性们 致上最大的敬佩 回到电影剧情 一开头我们跟着尚与格里斯 来到战场上 在与敌军对峙的过程里面 格里斯差点死在敌军的手上 是尚出手相救 才保住了他的一命 从此他们便成为了生死之交 但是他们的际遇有着天壤之别 由于尚的个性非常的火爆 无论是对谁都是这个样子 而沉不住气的他 也得不到上头的恩宠 反观格里斯 不只凭借着自身才华 与能屈能生的姿态 获得伯爵的宠爱 过着吃香喝辣的好日子 原本他们的情谊 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直到玛格丽特的出现 使原本心如止水的格里斯 为了他而动情 无法忘掉玛格丽特的他 甚至偷偷来到上的领地 将玛格丽特来个霸王硬上功 以此满足内心的欲望 但他没有料到的是 玛格丽特不愿白白受苦 宁愿冒着自身的生命危险 也要将真相告知上 希望他能够为自己讨个公道 由于双方在法庭上面各说各话 完全无法确认谁对谁错 于是他们便决定 透过决斗让上帝来定夺 电影除了祖先剧情外 也能够在其中看见女性的无奈 就像玛格丽特受到格里斯的非礼之后 她质疑要使对方受到阴友的教训 岳母却淡淡说出 你以为我过去就没有经历过相同的事情吗 她为了一家人的和平安稳 只得将这个事情囤情肚里 因为她知道 即便她能够让对方受到阴友的制裁 她的家人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不同时空下也会有不同的思维 一个是捍卫自身权利 一个是隐忍以求自保 没有谁对谁错 只有观念上的不同 再者 电影用三位主要的角色 今后在同样的世界里面 带出各自的观点 能使观众看见不一样的发展 一开始心油上的视角 看完整个时间轴 大致了解故事架构之后 再来到格里斯的视线 在被爱情冲昏头的人眼中 对方的一举一动 都想在勾引自己 甚至不顾对方的反对 对他伸出魔掌 只会满足自己的受欲 最后以玛格丽特的视角 来看前面两位主角 用最为公正的旁观者角度 看出他们如何美化自身行为 为了脱脆 无所不用积极的说谎 完美呈现出 罗生门的地秘 在各说各话的状况之下 便带出本片的片迷 最后的决斗 透过决斗 决定谁才在说真话 即便方式蛮可笑的 却也是当时唯一一个解决的方法 至于结局也给了一个有趣的发展 迟迟未能受孕的玛格丽特 在遭遇格里斯的菲里之后 原本我们预想说 到底这个孩子会是谁的呢 没想到最后面这个孩子是上的 这也是给了一个蛮有趣的结尾 总结而言 最后的决斗是不值得一看的剧情片 原本以为长达153分钟的片长 很可能会使人感到疲倦 不过剧情流畅 捕头泥带水 再搭配上演员的精湛演技 其实时间很快就过了 剧情也反映出 女性在过往时光 一直被视为不被尊重的存在 如果喜欢看剧情片的朋友们 应该能够从中得到极佳的观影感受 再搭配云集的电影院 这类型的时事片 值得你一看哦 我是嘉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吧